我們來看一下電腦模擬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是歐洲模式模擬下週二的這一個預測圖 可以看到在整個海面上有兩個熱帶撈洞 一個是離台灣比較近的 就在台灣東邊的海面上 另外一個是在關島附近 從這一個模擬可以看出來它的強度是比較弱的 它可能這樣子的強度大概頂多就是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或者是普通的低氣壓 不過我們從美國的電腦模擬可以看出來 它同樣的這個低壓它的位置就離得比較遠 強度也比較強 另外一個還是在關島附近 也就是說目前的電腦模擬還不一致 所以它也不斷的會繼續的調整 以目前的資料就來研判說 它會不會對台灣產生影響 或者影響的程度如何 確實是還太早了一點 必須繼續在觀察 我們來看一下 從衛星陰圖上面已經可以看到 這個摩羯颱風 它有颱風岩 它已經是一個中度颱風 而且這個強度還蠻強的 範圍也蠻大的 不過因為離台灣比較遠 所以它只有外圍的一些雲系影響到南台灣 這個雲比較多一點 在銀封面的這個雲系就發展的比較強一點 在北台灣比較接近越北邊 是在颱風的外圍的沉降區裡面 所以可以看到相當的晴朗 從雷達回波就可以進一步看到 這一個外圍的雲系所帶的回波 就是在南邊這裡 也移到台東這裡影響的是最大的 另外在嘉義附近 就是屬於午後發展出來的強對流 從今天實際上的降雨 也可以看到雨的分布 大致上就是這個東半部 都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以台東這一帶的雨是最大的 可以看到也有超過100毫米的 另外就是在嘉義這裡是午後發展出來的 明天的這個降雨的形態 其實跟今天是蠻類似的 這個氣溫方面也因為這樣子的形態 在銀封面上面 這溫度就稍微低一點點 但是在背風面上面 幾乎就是有一點粉風的效應在裡面 再加上這個颱風外圍的沉降 所以可以看到 在桃園還是有38.5度的溫度 另外在嘉義台南都是37度左右 所以是一個相當酷熱的一個情形 明天的溫度的分布 也跟今天是類似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降雨的情形 明天東半部就是不定時的 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包括北台灣可能也會有 有一點點飄雨的機率 比較大的雨還是在南台灣 包括台東以及恆春半島 屏東這一帶 另外就是午後也是一樣 還是有雨 我們來看一下 在未來在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這個颱風雖然說是越走越遠 但是其實台灣附近的水汽會逐漸的增多 因此不定時的會有一些 局部短暫雨的這樣子的一個機率 主要的雨還是在午後 午後的話就是整個西半部 要注意這個會有比較強的雷震雨出現 也有可能大雷雨的現象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未來的氣溫 明天氣溫可能就是會 在台北來講的話有36度左右 但是在桃園到苗栗這一帶 還是會有高溫 這個要注意 另外禮拜五之後 因為雲多下雨的機率 也稍微提高一點 所以氣溫有稍微下降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未來 明天要注意的還是晴朗炎熱 要注意防曬 防重暑 在降雨主要在東半部 另外就是南部 都有一些局部雨的現象 另外就是午後在接近山區的地方 會有局部性的雷震雨 以照使最新的奇效